我們其中評量的部分 理論上應該會採考試的方式 所以大家還是要做一頁心理準備 然後呢 大概就是第一個 把那個公式給做出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可能會 那個會需要請你做聚期 或者VBA OK 所以兩個重點 反正一個是函數 一個聚集或者VBA 大家這兩個把它完成 基本上就OK了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剛剛做完的結果 就是我們剛剛是錄製聚集 所以你就把那個 錄製聚集的部分 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 能夠RUN它 比如說我這邊可能會需要請你做兩個按鈕 然後你就把按鈕給做出來 然後按下那個聚集 這個問卷調查聚集 他就自動幫我執行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 我可能還會希望說你把它做個 這個那個什麼 做個註解好了 所以註解的部分呢 我剛剛有提到啦 就是說你可以按照我剛剛每個 按鈕 基本上都有四個動作 那所以最後的話 請你在這上面把註解加上去 我自把它放大好了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號字吧 OK 那你可以看到啦 反正第一步 我們是游標放在B2 所以其實就產生這一號 就是 Arrange B2.slate 游標就放在那邊 所以將來我是建議啦 你可能慢慢 錄製久了之後 你可能會越來越清楚說 你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程式少了 像 之前有同學就是少了這一行 如果你少這一行 那你會變成說 你游標第一個 錄製就沒有放B2 或者是說你已經放B2 那這一行就不會產生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 我是不是一定要重錄啦 其實如果假設啦 你會寫的話 你甚至可以自己 補上這一行就好啦 游標放在B2 就Arrange B2.slate 就可以了 那實際上啦 將來 VBA實際上 他的運作的相關規則 不外乎就是一個 一個物件 他後面會帶一個方法 游標 那實際上就是把游標 放在B2的意思啦 那如果游標放在B2的話呢 實際上 他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比如說游標放B2 所以他第一步就放這邊 那你游標放這邊之後的話呢 實際上 底下這一行 是跟上面有連動的 為什麼 因為 Dslate的動作 他會產生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被選取的動作 所以呢 底下這一行叫Active Active 就是目前被選取的那一個 Sale就是儲存格 所以 這ActiveSale 值的就是這個東西 值的就是B2 所以 其實ActiveSale 你改成Range B2 對不對 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OK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說一定只能寫這樣 那只是說因為 錄製聚集的話 他有固定的規則 他會幫你產生 怎麼樣 那個程式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啊 為什麼不能改 那底下這個Selection的話 實際上就是 對應到上面啦 所以Selection就是選取區啦 你選哪些地方 比如說我把公司放進去 放到哪裡 就放這個儲存格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Selection其實指的是什麼 其實也是指的是Range B2啦 所以你說Selection 可不可以改成Range B2 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那底下這一行好像多的 OK 然後 這一行其實槓掉應該是可以 所以啦 你講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針對這個程式在精簡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待會兒的話請各位 先把剛剛的這個錄製劇集完成 錄完之後啦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註解把它加上去 比如說我做了四個動作 那把這個註解加上去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 我希望 下一個動作是希望 這個錄下來的程式喔 我怎麼看就怎麼覺得 不太滿意 因為它畢竟喔 是記錄我滑鼠鍵盤的動作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執行程式喔 不見得一定要像滑鼠鍵盤一樣 這樣被執行 所以喔 其實這邊 很多地方可以改 那哪些地方可以改 那哪些地方可以改 我接下來 如果我想說把精簡一下 其實我跟各位講 像這一行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 我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Range B2有沒有 直接把它放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就指定它就好了 我不用點嘛 所以這一行就要槓掉了 OK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呢它會輸入Formula Formula 就是公式喔 不過它有一個叫R1 C1的東西 那什麼叫R1 C1 R是指的是列 E的話是指第一列的意思啦 那C是指藍 第一藍的意思 就是國以那個第一列第一藍當基準 所以之後的話呢 你只要 所以這個有點像算什麼 算相對位置 可是我覺得這樣寫法喔 不太OK 因為不好算 所以呢 我自己個人習慣 後面的公式喔 其實可以用我們之前交的 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公式喔 拿剛剛我們這個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這個公式喔 直接怎麼樣 把它複製 就剛剛打這個公式喔 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銀號裡面 當然一樣啦 如果裡面有雙銀號 你可能要變兩個啦 這個之前有講過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點Formula 拿掉就可以了 意思說把公式丟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更精簡喔 所以剛剛那兩行 如果你要把它改的簡單一點 其實就改成這樣 可不可以 其實等一下可以弄弄看 再來的話呢 這個Selection 其實就是Range B2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 把Selection 改成叫Range B2 意思就是說呢 我當我輸入公式的時候 我向下填滿 其實到底也OK啊 這一行其實點什麼 什麼B2到O2.10 其實這個是可以不需要的 它有點多餘 所以這一行喔 我先把它註解一下 我就不要 不要就把它前面加個註解 那一樣的道理喔 這個是向右填滿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呢 其實這個Selection 指的應該就是這個範圍了 所以因為我向右填滿的 AutoFill Distonation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基本上就是指的是這個 因為我向右拉 然後呢 所以這個Selection 應該是這個 這個範圍 好拿過來 然後呢 向下填滿 那這個Selection也可以把它拿掉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你看 我就可以把一些 不必要的程式給槓掉了 所以 那 註解可能要調一下 註解的話應該是 這一個應該就變成什麼 變成向右填滿 這個 比如B2向右拉 然後再向下拉 OK 所以這個順序可能就改一下吧 這邊1 2 所以本來大概六七行的程式 突然間三行就搞定了 那只是說啦 如果精簡完之後 那可不可以run的成功 不過不確定 那不確定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可以游標先怎麼樣 我執行的話就用那個 不要直接按這個 全部執行 而是用那個 主行的方式 主行我們來看一下 主行就是跑 按F8 按一下跑一行就對了 按一下跑一行 這一行先游標放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公式被放在這邊了 所以 這個是有work 有沒有 這個公式 丟到B2 有沒有 這個B2有沒有看到 B2有東西了 那是不是這個公式 游標可以放這邊看看 有耶 有公式 那這個表示這一行沒有問題 那向右填滿看看 我們剛剛是向右拉 我看這一行是不是能夠向右拉 有了有沒有 等於這一行 他就幫我整個拉到這邊來了 那向下的話是整個範圍向下拉 這行有沒有OK 按F8 也有了 OK 所以你可想而知 最後精簡之後 其實就是這三行 精簡我看 這三行 這個就是最精簡的 可以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要是 你懂得做 聚集的修改的話 真的可以讓 程式變得很精簡 很清爽 OK 所以這個座 我看一下 這三行 我記得我看一下 我好像也有把它貼到雲端上面 我看一下我雲端這三行 精簡的版本在這邊 你看 你看第四頁這裡 一、二 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一樣把它改成像這樣子 你說清除的話 有沒有可以更精簡的 其實清除喔 不用寫這麼多行 其實清除更簡單 清除的話 你只要跟他講說 我要把B2 到哪裡呢 O O的151 這個範圍清空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很簡單 你就跟他講 Range 如果你要用那個 跟他講 Range這範圍 然後跟他講一個範圍 什麼範圍呢 你幫我把B2 到 就冒號 到 O151 裡面的資料清空 清空還記得吧 最簡單的方法 就等於這樣子 這樣就清空了 所以如果你要清空的話 假設 你不用錄製的 你要自己寫的話 像剛剛我們錄下來 好像有四行吧 OK 我記得有四行 那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我不要麻煩 我想要自己寫 其實你自己寫 就這樣而已 意思就是說 我從B2 這個儲存格 一直到O的151這個範圍 裡面的資料 就幫我清空 好那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其實我反而覺得這樣 甚至不用錄了 這一寫就好了 OK 試一下 清空 有了 你看一下 這個結果是不是符合我們要的 對耶 沒錯 所以這樣Range一下看看 OK耶 這樣Range一下 而且反而 你會發現修改完之後 其實理論上執行的效率可能會更好 因為有些沒有執行的程式 反而看起來我覺得更順暢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就是 把剛剛的程式你先做一個註解吧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註解 你先註解 這個是Step 1 所以這個是錄製的 如果你要把錄製的改成更直覺的一個程式的話 更清爽的程式的話 主要我是改什麼 改這個 就是把直接公式貼上就好了 這個其實就是直接公式貼上 放B2 然後B2向右填滿 然後B2到O4向下填滿 至於其他的 其實我好像多的應該是 這個就槓掉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 像這個我是把它改掉了 所以這個你們再比對一下 這一行其實我也把它槓掉了 你們這一行也槓掉了 所以其實 錄製劇其實當然很方便 可是我覺得它有些地方 就錄了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